好莱坞的片子在中国上映的比较多 那么有一些角色啊 大家可能看着就特别熟悉 你比方说 这个Servip上映的 那个伦敦线路 里边演这个副总统的位 还比方说 我们说六月份上映的 星天魔盗团 在里边演一个魔术揭秘者 Are you listening horseman When you emerge And you will I will be there Waiting Because mark my words You will get what's coming to you In ways you can't expect 那么我们看这个人物形象 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脱口而出 这个人我见过 他叫什么来着 经常总能看见他 这个人就是好莱坞 第一流的老戏物 摩根弗里曼 那么为什么说 有的人看着认识他 就叫不出名字呢 因为摩根弗里曼呢 尽管演技高超 可是他很少演主角 有人说不对 他演过那个 《城市在人》里边 纳尔逊曼德拉 就是那南非总统 摩根弗里曼这辈子呀 就可以说极少数演的这个主角 他绝大多数时候演的都是配角 而且纳尔逊曼德拉当初挑选角色的时候 也觉得 就这演员呢 非他莫属 就感觉起来这两个人长得也像 气质也像 就说白了 他就像我们国内一些电影演一些领袖人物一样 他是作为特型演员存在 所以不是摩根弗里曼一种常态 这个摩根弗里曼呢 往那一站 你就看他的眼睛 你看他的表情 你第一感觉说 这个人呢 这么实在 这么可信的 就我一看他 我就觉得心里踏实 老成厚重 值得人信任 而这种气质呢 给他这个在电影界 带来的声望也非常高 就是很多 比方说一有这类角色 我要找一个老成持重称文 被人信任的 几乎好莱坞所有的导演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他 可有意思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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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